京都菊高校吹奏乐部带着满满温暖的心回日本了 橘色旋风席卷台湾,高雄的艳阳照耀着橘色恶魔 画面上看起来像色黄色的 也让人想起曾经轰动全球的黄色小鸭 十年前来台时也引起一阵黄色旋风 根据联合新闻报道,菊热黄色小鸭要回来了 2024年1月27至2月25日 Chaos in Wonderland冬日游乐园活动 曾在全台掀起黄色旋风的黄色小鸭 将在游回高雄爱河并在2024高雄灯会担任主视角 推行一系列鸭鸭展演活动 搭配小鸭轻轨列车、黄色角落 在高雄大处都能看见小黄继承车 也换上了可爱的黄色小鸭装饰 萌芽的身影为高雄接头 带来温暖又疗愈的冬日风情 欢迎大家向支持 京都局高校吹奏乐部 一样的热情再次来高雄进入 2024年冬日游乐园 搭乘压压列车并打卡高雄地标 一起掀起黄色旋风 2024年冬日游乐园 2024年冬日游乐园 2024年冬日游乐园